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斯年轻的时候 是楚国的一个普通百姓 但他不甘心贫困 也不甘心平庸的生活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李斯来到秦国 在秦国 他怎样抓住机会脱颖而出 他又帮助秦王制定了怎样的计策 从而加快了秦国平定六国 一统天下的进程呢 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大秦崛起》下部第十一集 李斯抚秦 李斯年轻的时候 曾经充当小弟 小官员 办事员 他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和仓库的老鼠 他就有个想法了 厕所里的老鼠 吃得不好 很脏 不是人进去 就是狗进去 经常受到骚扰 要逃跑 而仓库的老鼠呢 住得宽敞的藏房 吃的是干净的粮食 没有人和狗的骚扰 李斯静儿想 这个老鼠和老鼠啊 就不好说 啊 仓库老鼠 咸能的老鼠 厕所老鼠是愚蠢的老鼠 不好这样说吧 老鼠和老鼠的本质一样 人和人的天赋也是一样 关键是什么 是在于你找没找到你的社会定位 找到你的社会定位 为你这个定位付出了代价 付出了努力 并且获得了成功 那你就可能变成一个仓库的老鼠 否则 你又干做厕所的老鼠 李斯观鼠 论鼠 这个说法不是很高雅 甚至于很俗 还很恶心 但是他却讲出了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 李斯否定人天赋的差异 重视人后天的努力 后天的人为 一切平民 微不足道 但是他投身历史的洪流 充分实现自我 这就具有阳刚气质 不光李斯是这样 商鞅 张仪 范衰 还有吕不韦 这些人也都是如此 他们都是能够积极地投身历史的洪流 豪迈进去 去展示人生 所以大秦的崛起 是这批人在自身 求得自身利益的同时 为秦国奉献的结果 李斯决定 一定不要坐厕所里的老鼠 要坐仓库的老鼠 怎么做 他就要学帝王之术 向谁去学帝王之术呢 荀子 为什么要向荀子学 荀子那里就是帝王之术吗 是的 荀子名框 又叫做孙亲 又称为荀亲 他是先秦时代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 但荀子吸取了孔子 孟子的经验和教训 因为孔子孟子一生都是不走运的 都是在穷困鸟岛中去传进步道的 荀子认为我们的学说必须与时俱进 不能够固守传统 所以他是一个通儒 通在什么地方 通在荀子以儒家思想为根本 但是他吸取道家法家思想 而且法家思想在荀子的著作里 占了很重的成分 而他教出了两个著名的学生 都是著名的法家 韩非子是著名的法家理论家 先秦法家的极大成员 但是他出自于儒家大师 寻资的门下 李斯呢 是一个法家的政治家 实践家 要说写文章 他的文章很漂亮 但是呢 他忙于政治实践 没有多些文章 当然李斯 你的致命的缺点 这个韩非 就是他被他给害死了 当然这是史记里的说法 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说法 说秦王读到韩非子的 五度 孤分 遂难等等 单篇的散文 政论散文 非常有同感 就发了一句感慨 说我要是和这位作者 交个朋友 交流交流 我死了都没遗憾 李斯说这容易啊 他就在韩国 是韩国的贵族公子 我的同学 派兵一围攻韩国 让他交出韩非 交出来了 韩非到了秦国 并没有受到重用 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 找个借口 把他下到监狱里 再找个借口 说这是秦王送你的一包药 你必须吃了他 鼻者韩非 浮渡自杀 这可见呢 李斯其人 人品不低 容不得人 心胸狭隘 李斯学成之后 向荀子辞行 向老师告别了 他说啊 我听说得时无待 得到机会 得到时机 千万不要懈怠 所以他第一次 游说秦王赵政的时候 也是告诉他 得时无待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不能够等到 不能等到诸侯六国 死灰复燃 得到机会 就特别要抓紧他 他处理国事是这样 处理家事 处理个人的事情 也是这样 他对荀子讲了 当今天下 万辆冰车的主人 就是大国 都在那里 争夺霸权 争夺霸主 当然也有的 想到了统一华夏 有这个远大报复的人不多 这要正是啊 这是我们这些平民 出身平民的 世人阶层 出来掌权 参政意志的大好机会 秦国 要统一天下 称帝而至 这就是我的机会来了 做一个人 活在世上 出于悲见的地位 而安于悲见 那就像啊 某些禽兽一样 只知道吃现成的肉 不知道去自己去布列 有很多动物是这样的 他不许布列 专门等别的动物 吃剩的 再去舔一舔 为他填饱自己的肚子 说这是最卑贱的 他说有些禽兽是这样 专门吃人家剩下的 意思说 最大的耻辱是什么 最大的悲爱是什么 够莫大于悲见 而悲莫甚于穷困 说悲见是最大的耻辱 贫贱 是最大的悲哀 人一生不能够干预贫困 不能干预悲见 长期处于悲见和穷困的地位 却在那里 非懒社会 指责社会不好 有的呢 标榜自己是无为 是清高 这不是世人的真心世界 不是世人内心世界 不是真的 是假面孔 所以 我不作假 我要去游说秦王 李斯到达秦国 恰逢呢 秦庄相往去世 这个时候呢 一个新的 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做了国王 他就是秦王赵振 而秦国上上下下 长大权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吕不韦 而且号称重负 是国王的叔叔 祝父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网友大秦过客问 李斯想出人头地 为什么要向荀子学习 荀子啊 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使 曾经在齐国的 祭下虚公 三位祭九 也就是说 他在这里多次的 担任这个社科院的院长 影响大 名气大 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影响和名气呢 是因为 荀子的学术 已经不是很纯的乳 他有很强的包容性 包容了法家思想 李斯不是要到秦国去 辅助秦王成为帝王吗 那你就必须得向荀子学习 李斯来到秦国后 很快洞悉秦国当时的政坛形势 于是李斯投到吕不韦门下 成为吕不韦的门客 吕不韦也把李斯推荐到秦国的朝堂上 做了一个小官 李斯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 那么李斯向秦王献上了什么样的计策 从而加速了六国的灭亡呢 李斯见到年轻的秦王 对他说的就一个道理 得实无怠 他说平庸的人 每每就是失去机会 得到机会失去机会 再得机会再失去机会 而成功的人呢 就在于 把握时机 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 从前秦莫公称霸 称的是西荣霸主 没有做中原霸主 他最终 小之散 全军覆没 没有能够东进中原 更没想到能够去并腾六国 并腾六国 想都没想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个时候诸侯还很多 大家都在争 而周王师呢 他的德 周德未衰 诸侯们要做霸主吧 先宗王 所以整个天下 尽管不断有兼兵战争 但是周王 还基本上是一个 最响亮的口号 最有号召力的口号 但是自从其孝公以来 周时卑微 也就是说周王师 他的权威是日益下降 名存实亡 从那个事儿开始 就是 齐孝公 秦桧文王 秦庄相亡 到现在 奴役天下诸侯 已经六代了 这就是假意过情论里说的 奋六世之余孽 已经六代了 秦师大变 如今的天下诸侯服从秦国 就好像秦国的菌县一样 凭着如今强大的秦国 凭着大王您的贤民 现在呀 抓紧时机 得失无代 就如同扫除罩上的 吃饭做饭的罩上面的灰尘一样 扫除六国 毫不留情 而且绝对不能够拖延 不能懈怠 不能够等待六国 慢慢地恢复元气 卷土重来 那个时刻 就是有意义 有江上 你也没法收拾了 所以特别要 抓紧时机 秦王赵正 听了李斯的这些个言论 大有感慨 觉得说得很对 就让李斯做掌使 这是初位掌使 这官不大 但是在秦光的周围 他可以向秦王及时建言 及时策划 而李斯首先策划什么呢 策划要解决的是 整个战国以来 二百多年的时间 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是因为有一种人 在捣乱 这种人 就是纵横测试 他们都出生于平民 都学到了本事 历史的 地理的 还有各国的内部情况 都鸟入执展 然后他们思想 个人的本事 在各国中间 周流 谋取个人利益 同时为各个国家 提出了 两侧 他们继续存在 分裂就继续存在 所以纵横家 他们是天下分裂的产物 他们的存在 又是天下继续分裂的因素 不解决 不解决这些纵横测试 天下永远不会失去平衡 他们就在搞平衡 要打破平衡 为情 为大 这样就必须从纵横家入手 我们就是打赢了一个国家 纵横家一去出个这主意的一个主意 只要纵横家存在 怎么这个战谷都不会结束的 孟子屯文公篇里说得好啊 纵横家们 达到什么程度 一度为诸侯聚 安居天下心 只要纵横家一发脾气 诸侯都害怕 只要他们安定下来 天下就没事了 所以天下没事 他们去挑起事端 天下有事 他们去解决问题 在挑起事端 解决问题中 显示他们的能量 纵横家永远不会希望天下统一 所以李斯认为 天下要统一 首先解决纵横家的问题 但是李斯出自荀子门下 荀子是儒学大师 李斯懂得六亿 诗书你愿意 存求六亿的宗旨 他懂得 但他本人是法家 所以他不遵守儒家的教条 他采用间谍战 反监禁 来解决纵横测试的问题 李斯策划 由秦国派出一批 某城和刺客 周有各国 然后他们随身要携带 大量的珍宝 金钱 重礼 寻找到各国的名士 著名的人才们 这个时期 主要的名士大多都是纵横家 找到他们 如果对方能够用金钱买下来 收买能够用重金收买的就有重金收买 但也有个别啊 价值太大 狮子大开口 那就让刺客 把他杀死了 总之呢 不能够允许纵横家在各国流动 当收买的收买 为秦国服务 不能收买的杀死他 要知道 宋横家们 他们出道目的 就是为个人谋取公民富贵 既然他的根本目的 是为个人的 为谋取公民富贵而学习 而出道的 所以 以班来说 都能够用重金收买 就不能收买的 也不是说他品德多高尚 不接受贿赂 不是 是狮子大开口 这样就把他杀掉 所以这样一来 从根本上解决 纵横家的问题 是今后各国 没有人在那里 给他们出主意 想计策 然后再来合纵啊 凌横啊 不让这些人活动 后来也有 在没有纵横家的情况下 比如说 楚国的春生军 联合几个国家来攻勤 达到韩国关 在下边 还没敢住上几个晚上呢 秦国一出兵 各自撤兵的 就跑淘宝了 所以 这个没有纵横家的时代 亲近的多 我们知道 在战国 中晚期 真正的 那些军事人才 就集中在 两个 隐姓国 一个是秦国 一个是赵国 他们同祖宗 秦国呢 白起 王俭 蒙翱 赵国呢 联波 赵舍 礼物 所以呢 这些个军事人才 集中了 这两个国家 那秦国 那种刺客 你向去刺杀 什么联波啊 赵舍啊 礼物啊 不可能 所以呢 就要采取 反监计 秦国实行反监计 破坏各国 军臣关系 不是从李斯开始 前面的范遂 就已经用过 著名的 在二十多年前 在李斯 这个时候 往前数 二十多年 范遂就用过 长平之战 那可不是 白起 一个人的功劳 因为起初 白起都没有带兵 是王和带兵 攻打赵国 赵国呢 是联波 驻军 联波采取的是 全面防御的战略 和你拖 要是王和 对联波 这样拖下去 恐怕就真的 个子拖散了 你走你的 但是 赵孝成王 求生心切 年轻的国王 不知高低 求生心切 而联波呢 是那么 老谋生算 王和呢 那个本事啊 也就比白起 差远了 这样对峙下去 有的一打 有的一坚持 但是 反遂 派出了 一些个 见底 专门到赵国 就到处散播 说联波啊 那不在话下 他坚持不多久 就要投降了 咱们秦国最怕的 就是马夫君 肇事的儿子 那个赵国 他也当自己不得了 青年才俊 是吧 有学习 有勇气的 赵孝成王呢 觉得 正好对联波不满 听到这些消息 马上就中了拳头 是吧 用 这个 赵国来 代替联波 结果呢 秦国这边也 暗暗地换了人 换 白旗 为主帅 王和 做副将 这样发动的 这一次 长平之战 把赵国啊 打得大败 赵国从此 几乎就伤了元气 但是 赵国还没到 最后的时候 他还有 很有本事的将军 赵车死了 还有李牧 即使在长平之战以后啊 李牧呢 也两次 大败秦军 很有本事的 所以秦国觉得 这个李牧啊 只要活着一天 就是我们的障碍 于是 这次在李斯时代了 又派出间谍 到赵国去活动 所以李牧想造反 想夺权 散布了很多谣言之后 赵王就想从李牧手里 收回兵权 那李牧呢 坚决拒绝 收了我的兵权 赵国完了 再不交兵权 不交情啊 赵王暗中派人 把李牧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 以叛国罪杀了他 没有任何证据 杀了李牧 还有呢 和李牧齐名的司马上 也被解除了兵权 被废掉了 这样赵国就非灭亡不可 这谁的功劳 建谍战 聊言如也提示您 精彩继续 李斯受到秦王重用 但好景不长 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 使李斯差点失去了一切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有网友问 在春秋战国时期 国与国之间的间谍战 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战国时代呢 有间谍战争 都是配合反间计 这样呢 来为军事行动铺路 比如说 秦赵王大长平之战 秦国 为了使对方把廉婆个换掉 所以就派人 与重金派人去散布谣言 说廉婆如何如何快投降了 就又使赵国用纸上谈兵的赵阔 取代了廉婆 就说了 那么赵国呢 眼看着就要灭亡 这个事也得派个间谍 派的是苏秦的弟弟苏代 他就到秦国 找到秦国的国下犯衰 然后呢 由犯衰出面 立刻把白旗给拿回来 不要继续打了 最终呢 彼得白旗自杀了 救了赵国一命 后来秦国的王简 又去进攻赵国 他就用重金去贿赂国的宠臣 叫做郭开 让郭开去散布谣言 让赵王把赵国的爱国将领 李牧格杀了 就赵国流亡了 所以赵国时代的 时代的那个间谍活动 很值得研究的 李斯进入秦国后 先是受到吕布伟垂青 后来又受到秦王的重视 就在一切顺风顺水之际 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 使李斯差点被逐出秦国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件 李斯又是怎样 因祸得福的呢 秦国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就是水利建设 秦国会用反间计 其他国家也会学着干 所以韩国呢 处于比较弱小地位的韩国 郑十二就看准了 秦国缺乏水利工程 派出了一个水利专家 叫做郑国 他姓郑民国 这个水利专家到秦国 为秦国主持水利工程 修一道取义 要解决很大 大面积的灌开问题 当然这个工程很大 韩国的务力 就是让郑国来主持秦国的水利工程 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 这样来消耗秦国的精力 使秦国就没有精力啊 再来欺负他韩国了 自己灭掉韩国了 但是不久之后呢 这事被发现了 因为郑国建设工程铺的摊子太大 计算起来费时费工费力 秦国根本没力量 出去打仗了 所以大家一检查 知道郑国来的目的 他就是一个赤水利专家 也是一个间谍 由此秦国大臣们就议论开了 请求我王拒绝所有诸侯各国来的人 他们都是为他们的主子游说 或者做间谍的 下了一道逐客令 而李斯也在被驱逐的名单里 李斯为此写了一篇建逐客书 他那个道理很普通嘛 就是说秦国的前面四代国军 都用各国人才取得成功 而今天需要驱逐各国人才 但是对各国的什么 珠宝 狗马 音乐 秦王宁还是喜欢的 那就是说 你喜欢的是物 厌弃的是人 这是一大错误 这道理很简单 如果就这么说出来 它是一点也不能动人 不会有什么效果 所以建逐客书之所以 那堪称千古绝刹 从内容上说 它立意高远 明明是李斯 要保住自己在秦国的客卿的位置 不被赶走 但是从头到尾 自己的去留问题 不走一字 一句话都不提 一个字都不提 谈什么 谈秦国的兴衰 不谈我李斯的去留 一开头就要讲 秦国的四位君主 秦末公用人最多 由于简叔百里契 哪一个是秦国的 都不是 正因为用了这些人 秦国第一次绝集 秦孝公 用一个商鞅 外连横尔斗诸侯 秦惠文王 用一个张仪 坐横拜合 到秦昭相王 就用以犯随 解决了王权旁落的问题 士问 秦国崛起的过程中 哪一项重大的胜利 不是靠各国的客秦们呢 不是靠各国的人才呢 这是实写 但是这个实 铁的事实 最有说服力 所以让秦王不得不服 然后后半呢 虚写 这个虚写的文字很美 他以强烈的气势 感染人 所以前面用铁的事实 征服人 后面用优美的文采 来感染人 所以不仅就是穷王 接受了他 而且 二千多年来 人们都在不断地接受他 太子丹为什么要请荆轲去刺杀秦王 荆轲入秦行刺秦王 为什么最后功败垂成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网友回望先秦问 焚书坑儒都烧了哪些类型的书 这件事对当时和后世都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关于焚书坑儒的焚书 烧了些什么书呢 主要是儒家的著作 诗三百上书 以及朱子百家烧 但是医药众树之书 这些关于科技方面的书籍是不少 那么秦荣皇的分书 这对刚刚出定的天下 他只能够收衣食之效 谈不上什么长治久安 说白了 秦荣皇的分书 这就和西州的周立王密棒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李斯的《建竹客书》 不仅是秦王收回竹客的成名 而且这篇文章本身 也成了传颂千古的文学名片 其中一些句子 更是成了快智人口的名言 比如 泰山不让土壤 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 故能救其身 这样的语句说理通透 音韵优美 气势奔放 文采斐然 李斯也因此 更加受到秦王的重用 而在秦王朝建立后 李斯更是成了秦王朝的丞相 那么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中 李斯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请继续收看 李斯抚秦 李斯 不但是没走 而且升官了 他的官长期坐的是庭位 这就比他过去做的课心又高了 所以呢 秦王 赵振 对李斯 言听俱从 到秦王 赵振 二十六年 终于灭了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奇国 统一了天下 尊秦秦王 为始皇帝 这都是李斯提出来 那么秦始皇也反转过来 封李斯做秦丞相 然后拆平了各国之间的那些个城墙 郡县之间的城墙 销毁各地的武器 表示天下太平 以后不再使用 请我没有封一寸土地 割始皇的儿子们 儿子兄弟都不立为王 不封王 诸侯 功臣也不封侯 这样呢 就是为了消除战争的隐患 废数封建制 实行中央集群的均限制 大秦帝国的这一创举 是由李斯 陈祥李斯提出来 得到秦始皇的批准 独处执行 这样一个做法 奠定了华夏民族 二千多年来的 基本政治格局 那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 这个大一统历史悠久 尽管说分久比合 合久必分 但是 中华民族历史上 分裂都是暂时的 而统一是永久的 就在 秦始皇三十四年的时候 有一位秦朝的博士 叫周清晨 就出来啊 歌颂秦始皇的伟大 丰功伟绩 歌颂的丰功伟绩 但是呢 他就是不提分风的事 这样就有一个叫 纯玉岳的人 纯玉岳就提出来 说周清晨 只知道当面阿谀奉成 不是忠臣 为什么 他我听说啊 英山和周朝 统一天下 一千多年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统一天下规模是 绝对有限 不是像 秦始皇这样 一千多年之后 这个一千多年里啊 分封子弟 功臣 封了诸侯 这就是天子的 宝贝 古功 但是现在 陛下一统天下 做了皇帝 古代都没有 但是呢 灵的子弟啊 却都是平民 万一要发生 过去啊 那种三家分禁 田氏代家 一类的事情 朝中 什么人 可以作为依靠呢 所以 建议 陛下 要封子弟 分封 秦始皇 听到这个意见呢 也没拿进主意 把他交给李斯 去研究 李斯啊 说 这不用 多研究了 他的说法 是错误的 是花妙的 英商 周代 之所以 分封之后 就是诸侯 兼兵战争 就是因为 这个分封 所以分封 是一个 有罪过的心动 他就造成分裂 造成战争 造成了整个天下 互不服从 所以绝对不能够 施法古代 不要认为 施法古代是好的 那是错误的 而且啊 你是进一步 提出建议 政治统一了 思想也要统一 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 专门找些古书 说一些古人 讲一些古事 说一定要按古人的 那个做法去办 这都是这些书 在发挥 一些坏的作用 所以 就得把这些书 收起来 募收 烧掉 哪些书呢 儒家的著作 什么诗三百 什么上书 还有呢 儒家之外的 朱子白家著作 他都造成思想混乱 所以都把他募收掉 这个得到秦始皇的赞同 马上大逼一挥执行 因此后来发生了 焚书坑儒的事件 至于说 焚书坑儒 长期压制言论 显然是错误 李斯的一生呢 司马前对他做了个评价 如果不是啊 有过重的思维的话 那么李斯的功劳 是和一颗西州的周公少公 并列在一起的 但是 李斯的人品 比周公少公 不可统日而语 就地下的多 李斯的结局 也是一个悲剧 李斯的出现 促进了 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 也有人呢 不是抚秦 而是反秦 刺秦 采取极端的措施 来阻挡 这个秦朝统一天下的 历史车轮的前进 就是 目标不同 结果一样 同样地促进了秦国 成为秦朝 促进了 这个秦 统一天下的步伐 那么是什么人 去刺秦 促进秦的 统一天下呢 请关注下集 谢谢